好下面呢我们来看下一个经济评价指标叫做财务内部收益率分析 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 其实我刚才也说过就是这四个评价指标 每年每一个指标至少是一个题啊 那么投资收益率主要考计算财务净限值这个投资回收期主要也是 在叫做各年收益不等的情况下的那样一个计算 财务净限值啊我们刚刚说过了 他其实也是一个是计算一个是他的判别准则和优缺点 这都是考试的重点啊 我说过这个这个财务净限值任何一个考点任何一个内容都是重点内容 那么财务内部收益率在考试时候主要考什么呢 最近这几年的考试题目也是在往计算的方向去转 也就是过去他可能主要考概念 有人说了那你前面不是说过吗 书上有立题的有时会考计算 书上没有立题的他不考你计算 所以他不会正式去考你一个算一个数 但是他这他会考你从内部收益率的概念的角度出发 怎么去理解这个内部收益率的概念 然后呢以计算的题的这种形式来出现 我们一会一看真题你就知道了大概是怎么考你啊 好还是这四个方面从他的概念 从他的判别准则 从他的计算方法和优缺点上面来看 首先是概念 概念对于具有常规 注意啊 我这圈出来的都是关键词啊 对于具有常规现金流量 他的这个财务净限值的大小和谁有关呢 和他的折现率有直接的关系 也就是说内部收益率的概念是从哪来的 实际上还是从财务净限值的概念来的 大家还记得财务净限值的这个公式 是这样一个公式啊 FNPV等于CI减COT各年的净现金流量 乘以一加I的负涕次方 折到零点处 折现之后 Sigma前面在求和累积正负抵消 对吧 那么对于一个现金流量图来讲啊 对于任何一个项目来讲 都有都有这种现金流量图 对于任何一个现金流量图来说 如果各年的净现金流量这些数值 在已经确定的基础之上 也就是CI减COT是固定的 那么FNPV财务净限值的大小和谁有关呢 爱也就这个意思啊 就这个意思 财务净限值大小和爱有关 但是注意啊注意这叫常规现金流量 什么叫常规现金流量 像这样的都叫常规现金流量 用书上的原文讲叫做先有流出 后有流入 而且净现金流量的符号 由负到正只改变一次 这叫常规现金流量 后面我们讲到优取点的时候会说 对于非常规现金流量 他还真不是这样的啊 我们遇到的大多数都是常规性 常规的现金流量 先有投入后有产出 而且从投入到产出 现金流量的符号 由负到正改变一次 那么对于他来讲 FNPV和爱有关系 什么关系 你看是的 对吧 一加爱的负T次方 爱在分母上 从纯数学的角度来分析 也就是爱越大 FNPV越小 这个在数学上叫做成反比 对吧 所以呢 对于已知的技术方案的现金流量 他的对于已知这个现金流量的各个方案来讲 他的财务减限值的大小和爱的关系 是有什么关系呢 随着折现率的逐渐增大 随着爱的逐渐增大 财务减限值由大到小 由正变负 所以它是一个反比的关系啊 好 基于这样的一个关系 我们可以画出这样条曲线 叫做财务减限值函数曲线 这个曲线 也就是这个图啊 这个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有的内部收益率的考题 都可以从这个图上解决 所以这个图大家必须要看懂 这是必须的啊 都是三个星的考点啊 这叫财务减限值函数曲线 那么咱们刚才其实分析了 FNPV和爱的关系是反比的关系 对吧 从数学的角度 它在分母上 它越大 它就越小 这是从数学角度 从实际的角度来讲 你想识不解这道理 你的基准收益率IC 定的越高 啊 基准收益率定的越高 那么这个项目被你接受的可能性 是越大还是越小 我这我心理预期的基准收益率 比如说是5% 这项目够5%我就干 这叫基准收益率 对吧 那这个项目可能被你接受的可能性 是一种可能 我心理预期的基准收益率是20% 也就是啊 如果这个项目达不到20% 我就不干 那你拿这个20%的基准收益率 去衡量一些项目的 可能本身的这项目能挣15% 但是在你这一评价 不可行 为什么呢 低于了你的20% 那就是你的财务减限值可能就是负的 所以减限值和基准收益率的关系 从数学的角度分析 也是它越大 它越小 从实际的角度分析也是 IC基准收益率定的越高 你心理预期越高 那么项目被你接受的可能性就越小 啊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结论啊 折线率I定的越高 方案被接受的可能性越小啊 那我们回过头来来看这个曲线是怎么来的 公式是这样一个公式啊 FMPV 等于 Sigma T从0到N CI减去COT 乘以一个乘以一个1加IC的负T四方啊 这个式子是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式子 那么这条曲线首先从形状上来讲啊 我们从高等数学角度推的啊 判别一条曲线的形状 首先知道它是反比了 也就是IC随着越大 FMPV就越小 那么我们任何一个坐标图 大家要有这个能力啊 我们在复习工人经济的时候 看图和看表啊 图和表是最好的语言 但是要会看图会看表 我这里说的看图不是说我们看时工图 看这种数学这种做这种坐标图啊 看坐标图 首先看坐标系 横轴是谁 纵轴是谁 然后再看曲线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后面我们有很多类似的这种这个这个曲线图啊 一定要先看横坐标是谁 纵坐标是谁 再看曲线 别一上来直接就看曲线 看表先看谁呢 先看表头 表头横 横是什么 列是什么 然后再去看表里的内容 别一上来直接就看内容啊 这个表 这个图横坐标是IC 也就是基准收益率 纵坐标是财富净现值 随着横坐标的增大 纵坐标减小 成反比 对吧 然后呢 你可以对它求 从数学角度啊 从一节导数 那么一加IC的附体字方 求完一节导数小一零 一节导数小一零 说明曲线是单调递减的 然后二节导数大一零 说明它是突向远点的 这是从数学角度啊 你要是实在不行的话 咱们可以用最基本的画图的方法 叫瞄点法 对吧 你随便找一道题目 然后呢 你取IC等于1% 哎 在这儿啊 IC等于1% 对应了有一个财富净现值的点 然后IC等于2% 取2% 在这儿 哎 有一个财富净现值的点 然后IC等于5% 哎 然后这儿有一个财富净现值的点啊 把这些点都连起来 这不就瞄点法去画这个图吗 甭管什么方法 你会发现这个图是一个单调递减 突向远点的这么样一条曲线 既然是单调递减 所以它和横轴肯定是有焦点的 对吧 肯定要过横轴 而且单调递减 一直在减 只有一个焦点 也就是随着你IC的增大 逐渐逐渐取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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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会有一个爱 使得这个财富净现值等于零 单调递减嘛 那么对于这个使得它等于零的这个点 我们用爱兴来表示啊 使得财富净现值等于零的这个点 我们人为的给它一个定义 叫什么 爱兴这点就叫做内部收益率 换句话说 内部收益率的概念是什么 就是使得一个项目财务净现值 为零那一点的收益率 叫内部收益率 FIR FIR 这叫项目的内部收益率 所以你们先别看IC1和IC2 也就是随着爱逐渐逐渐增大 总会有一个爱兴 使得净现值为零 使得净现值为零这一点的收益率 叫做内部收益率 所以它的定义就是这样的 对于常规投资技术方案 财务内部收益率的实质 就是使得投资方案在计算期内 在计算期内 各年净现金流量的限值 在累计等于零 前面说了这么长的话啊 计算期内各年净现金流量的限值累计 各年净现金流量 然后求它的限值 对吧 在累计 那是谁啊 不就是财务净现值吗 所以换句话说 其实这句话简单来说 可以叫做使得投资方案 财务净现值等于零时的折现率 只不过它说的很严谨 叫做各年净现金流量 折到限值之后 在累计等于零时的折现率 所以它叫内部收益率 用FIR来表示 FIR实际上 这个像FMPV一样 它每个字母也是一个缩写 F也是那个财务的意思 I是什么 叫internal 内部的 然后第一个R是rate率 第二个R是return 是收益 实际上是internal rate of return 实际上它叫内部收益率 internal rate of return 所以它叫FIR 这是它的基本的一个定义 FIR的一个定义 所以它的定义 是从这个图上来的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图要记住了 其实很简单 就是一条曲线 这条曲线从哪来的呢 是从这个公式 财务减限值的公式来的 那么对于它的判别准则 每一个指标 我们计算出来之后 要拿指标去衡量项目 是否可行的呀 投资收益率 大于等于基准投资收益率 叫可行 投资回收期 小于等于基准投资回收期 越短越好 叫可行 财务减限值 FMPV 大于等于零 叫可行 对吧 那内部收益率 和谁相比 叫可行呢 和基准收益率相比 注意这两个收益率 大家要区分开啊 内部收益率 是我计算出来的 任何一个项目 只要有了现金流量 那我就可以有这条曲线 只要有这条曲线 它和横轴的交点 我就能算出来 让它等于零 这是一个方程啊 这个数我都知道 对吧 然后让这数等于零 实际上是一个 一加IC的负T次方 等于零 你去求解这个IC 所以这个点 是能够求出来的 是一个固定的 而IC叫什么 叫基准收益率 是你人为定的 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基准收益率 你可以定1% 可以定1% 2% 3% 4% 定多少都行 所以呢 你拿你计算出来的 内部收益率 和你自己 心理预期的 这个基准收益率相比 如果内部收益率 大于等于基准收益率 项目 叫可行 如果它小于基准收益率 项目叫不可行 为什么呢 还回来看这图 好 我们比如IC 取1% 2% 3% 4% 5% 好比说 取到10% 恰好 净献值 净献值 那就说明 这个项目的 内部收益率 是10% 那就看你的 基准收益率了 比如我心理预期的 基准收益率 是IC 是8% 8% 那这时候 内部收益率 大于基准收益率 大于了吧 在你心理预期的 这个8% 之下 净献值是多少 在这了吧 FNPV1 它是 它是大于0的 也就是说 如果内部收益率 大于你心理预期的 这个基准收益率的话 那么这时候 你心理预期的 这个基准收益率 它所对应的 净献值 肯定是大于等于0的 如果你心理预期的 基准收益率是12% 在这了 IC2 IC2 那么你把12% 带到这个式子里去算 算出来的财务减献值 肯定是负的 小于0 FNPV2 对吧 在这曲线的这 也就是说 如果内部收益率 小于了 你心理预期的 基准收益率的话 那么这时候 项目是不可行的 项目不可行 同时肯定 财务净献值 也是小于0的 也就是你用 财务净献值 去评价项目 也不可行 用内部收益率 评价项目 也不可行 所以后面呢 我们会有一句话 也就是说 对于一个同一个 对一个独立的 同一个独立的 常规项目 来进行评价的话 那么财务净献值 评价和内部收益率 评价可行与否 结论是一致的 其实换一个角度讲 它也肯定是一致的 就是你同样去评价 同一个项目 用不同的指标 如果结论要出来不一致 就我用这个指标 评价可行 用那个指标 评价不可行 那就麻烦了 所有的动态指标 它的基本的原理 都是一样的 所以它评价出来的结果 也是一样的 那反映在图上 就是这么一个图 爱兴大于IC1的时候 那么它的财务净献值 是大于0的 也就是IC1对应的 财务净献值 而你爱兴如果小于 你心理预期 基准收益率的话 那你这个 预期的基准收益率 它所对应的财务净献值 肯定是小于0的 原理是一样的 好 这是它的概念 它的判别准则 它的计算 现在我们先看它的优缺点 优缺点之后呢 优缺点之前 我们先说一下它的计算 因为书上没有明确去说它的计算 计算的 财务内部收益率的计算 书上没有举例题 不像前面每一个指标一样 都去举例题了 因为它的计算很麻烦 很繁琐 繁琐在哪呢 有人说 这不就是一个方程等于0 去解方程一万了 解不了 为什么呢 看这个式的 CI减COT 乘以1加IC的负T四方 它等于0 你要解这个方程 比如T等于10年的话 那就是一个 1加I的负十四方 倒完之后 那就是一个一元高四方程 没法求解 得有I的十四方 I的九四方 I的八四方 这式子里老长老长了 从一次方到十四方 没法去求解 所以我们一般去求这个 财务内部收益率的时候 用什么方法呢 用试算法 或者叫做逼近法去求解 这个方法 大家别看书上 仅仅就一带而过 但是最近这几年的考试 可是经常的会考到这个方法 有人说 那这书上没有 不是书上没有 考的是它的概念 就是这样 IC1和IC2 什么意思 好比说这个项目 我去给 这个先亮图有了 现在让你求爱星 求爱星怎么求 不可能解方程 所以我只能试算法 我先取一个 比如IC这块 等于5% 带到这个公式里边 一算 哦 5%对应的净现值在这了 它是大于零的 而且比较大 那好 那我说明 基准收益率还可以继续增加 比如我再取个8% 在这点啊 取个8% 一带进去一看 哦 比这个小了 但是还是大于零的 对吧 然后我再取个12% 就是你既然大于零 就可以不定的再取 再取个12% 哎 12%一看 哦 小于零了 在这了 IC212%在这 那就说明爱星肯定是在8%到12%之间 在这两个之间 在这两个之间 那这两个之间在哪个点上呢 这时候我可以把这条曲线的这个点和这个点 中间它是一条弧线 对吧 我近似成为一条直线 近似成为一条直线 去求这个爱星 有人说那这不准呢 肯定不是完全精确 但是呢 从数学角度讲 就是这个弧线和弦的关系 8%和12% 就IC1和IC2这两个点 离得越近 中间的这个弧线 近似成为直线之后 误差就越小 啊 当然一般来讲 我们没有必要说 非得这到9.1% 这到9.2% 呵 正好前呢 没有必要 一般这两个点 IC1和IC2之间 相差啊 相差 差个2% 或者3% 比如说这份是8% 这份是10% 或者9% 就差不多了 不用特别精确 但是你要越精确 越往中间逼近 这两个点 越往中间逼近 反正一个对的是正的 一个对的是负的 往中间逼近 然后这个条线 这个这个弧线 近似成为直线之后 误差就越小 但一般来讲 我们说的没有必要啊 没有必要去做的这么精确啊 因为内部收益率 你如果这个这个 后边我们讲优缺点 你就知道 他算出来之后 没有必要特别特别的精确啊 这是他的计算啊 所以虽然计算 我们在书上啊 没有说特别的讲 他只用了一句话去带过去 但是他考试的角度可不是啊 最近这几年 我们一会一看题 你就知道了 考试的角度 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一带而过的啊 最后我们来看 内部收益率的一个优缺点啊 每个指标都有优缺点啊 他的优缺点 实际上说的也很多 一条一条看一下 这也是个很重要的指标啊 在所有的经济评价指标中 就是你去给发改委 报一个可言项目的报告 一个项目的可言报告的话 财务净现值和内部收益率 这两个指标是必须要有的 其他指标 什么投资回收期了 那有没有 跟你自己意向去选择 但是净现值和内部收益率 这两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必须要有的啊 所以他的优点是什么 第一个 考虑了资金实现价值 考虑了整个计算器的经济状况 实际上说什么 他跟净现值一样 他是一个动态指标 我们说了动态指标 考虑折现嘛 对吧 动态指标 他的准确程度 肯定比净态指标要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他反映了投资过程的收益程度 刚才在财务净现值 那个指标里边 我们说他有一个缺点 什么缺点 他只反映了项目整体上的一个收益程度 并没有反映整个投资过程的一个收益程度 而内部收益率不一样 内部收益率 他反映了整个过程 不同的基准收益率 他所对应的一个财务的一个收益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优点 弥补了财务净现值的那个缺点 第三个优点 内部收益率的大小 不受外部参数的影响 完全取决于方案投资过程中 净现金流量系列的情况 也就是说 对于一个项目来讲 只要有了净现金流了 只要有了这个了 那么他所对应的净现值函数 取现就有了 净就是唯一的啊 净现值函数取现是唯一的 他和横轴的交点也就是唯一的 使得净现值等于零那点 也就是说这个爱兴内部收益率 这个值 他只取决于净现金流量 和其他的参数没有关系 所以也说明这个内部收益率 他为什么叫内部收益率呢 他和你外界的一些东西是没有关系的 叫财务内部收益率 所以他这个指标很纯粹 第四个是他最大的优点 书上也这么说的 叫做有一个显著的优点 什么叫显著的优点呢 避免了像财务净现值那类的指标那样 需要事先准确确定基准收益率这个难题 而只需要知道基准收益率大致的范围即可 这句话什么意思 大家想一想 财务净现值那个指标有一个缺点 第一个缺点是什么 就是必须首先确定一个准确的基准收益率 而基准收益率的确定往往是比较困难的 这是咱们财务净现值的那个书上原话 财务净现值的缺点的书上的原话 那么咱们上课时也说过 基准收益率IC不是那么好定的 对吧 不是像书上给的8%10% 它是需要考虑诸多因素的 而你如果要计算财务净现值FMPV的话 折线计算的话 你必须先得有一个IC 你是8%是8.5 9.6还是10.3的 你肯定得有一个IC 而IC的确定是比较麻烦的 这是书上的原话 可我们在计算内部收益率的时候 你需要事先确定一个这个基准收益率吗 你心理预期的基准收益率 不用事先确定 你在整个计算过程中不是试算吗 8%对应一个 10%对应一个 然后中间去求 求条线 求出来这个点 整个在计算过程中 你不需要事先去确定一个基准收益率 有人说那也得有啊 为什么呢 我算出来了FIRR之后 怎么判别项目可行不可行啊 你刚刚不是讲了吗 它得大于等于IC才较可行呢 那你这个IC叫基准收益率 不还得你自己去定吗 对吧 所以它有优点在这了 只需要事先知道 基准收益率大致的范围即可 好比说我知道电子行业啊 目前市场上它的基准收益率 或者行业平均水平的收益率 是10%到11% 那行 那我算一下我这个项目爱兴算出来了 比如说13.6% 说明我这个电子电子行业的项目 比10%到11%这个数大 那就是可行 不用事先非得确定好了 这个IC到底是10.3% 还是9.7% 没有必要 只需要知道它大致的范围即可 可能很多人认为 这不算是一个优点 对吧 你不就定个基准收益率 定基准收益率有这么难吗 我们下一节 马上就要说到基准收益率的确定 你就会发现它是很难的 而且很多东西是不太好定的 比如说投资风险 你怎么去加那个风险贴补率 比如说通货膨胀 这个项目寿命期是10年 但10年期内 你怎么考虑这个项目的通货膨胀 不能说你自己定完这个基准收益率 最后挣了点钱 全让通货膨胀给怼了 抵消了 那肯定不行 对吧 所以基准收益率的确定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相对于其他的动态指标而言 内部收益率的优点 就是这个很大的一个优点 缺点 缺点 第一个计算繁琐 这个是咱刚刚说了 是最大的一个缺点 内部收益率 它得试算一步一步的 这个一个一个的试 当然这个试也是有技巧的 你别从1%开始试 1%2%3% 别从这开始 你一向来先试个10% 试个10%之后 你看它离0算出来的净现值大小啊 算出来的净现值FMPV大小 离0远还是近 如果拿10%一试 哟离0还老远了 那你就再取个15 或者是取个13试一下 如果离0已经很近了 那就取个11 取个12 基本上试个两到三次 这个点的两边的这个值 就能够定下来了 这两边的值一定下来了 中间近似成直线 就非常好算了 非常好算了 所以这个是试算法 计算比较麻烦 第二一点 就是回到我以上来说的了 这两个字 什么叫做常规现金流量 对于具有非常规现金流量的方案来讲 内部收益率在某些情况下不存在 或者是存在多个 这又是涉及到一个问题 也就是内部收益率 所谓的非常规现金流量的基础方案 单独咱们拿一个来说一下 什么叫常规现金流量 就我刚才说的 先有投入 后有产出 而且净现金流量的符号 由负到正 甭管哪年啊 只改变一次 这叫常规现金流量 那么非常规现金流量实际上有两种 一种是什么呢 先有产出 而后有投入 这种项目基本上在现实情况中是不可能的 这项目我告诉你了 你先挣300万 前两年我先给你300万 让你挣300万 然后你再给我投200万 这项目算你挣100万 没有这样的项目吧 对吧 让你先赚钱 赚钱之后 你再把你的投资反狗 没有这样的 所以大多数的非常规现金流量 是这样的一种先流量 也是先有投入 后有产出 只不过在中间的某一个年 会追加投入 然后后边再继续有产出 换句话说 它符合常规现金流量中的 先有投入 后有产出 但是净现金流量的符号 由负到正 转变一次吧 由正到负又转变一次 又由负到正 又转变一次 也就是净现金流量的符号 由负到正 由正到负 转变多次的 这种非常规项目 那么这种非常规项目 它所对应的现金流量 净现值函数曲线 就不是单调递减的了 我们前面说了 你这种常规项目 它所对的 净现值函数曲线 是单调递减 和横轴就一个焦点 对吧 那么像这种图 它所对的净现值函数曲线 它有可能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 它和横轴 可能会有多个焦点 也有可能和横轴 就没有焦点 所以说 如果按照 内部数位率的算法 只要使得净现值为零的 都叫内部收益率 那它可能会有好几个解 去求这个 等于零的方程 会有好几个解 也有可能 它和横轴没焦点 就没有解 所以对于 非常规流量的 非常规现金流量的方案来讲 其财务内部收益率 有些情况下不存在 或者是存在多个 那人就说了 那这种项目 其实也很常见呀 我先有投入 然后有产出 中间追加投入 然后又 这个产出又更多 那这种项目 我怎么去评价它 你可以用财务净现值去评价 这财务净现值 可是不受这个限制 对吧 你甭管是 有负有证的 我最后都可以得到零点处 我看它实际 最后收益是多少 都可以 对吧 那如果你非要用 收益率的指标去评价 也可以 我在这给你说一个题外话了 这是题外跟考试没关系 我们这个不叫内部收益率吗 IRM IRM F FIRM 在经济评价指标中 还有一个FER X I代表的是internal E是代表external 也就是它代表是外部收益率 所以像其实每一个指标 我前面说过 每一个指标的缺点 都有其他指标去弥补 像我们讲财务净现值的时候 对吧 对于投资额 不等的项目 我们有净现值率 那个指标 去补充它 对于寿命期不等的项目 我们有净年值 NAV 去补充它 对吧 一样 对于这种 非常规线线流量 不存在 或者存在多个的 我们有一个指标叫ER 知道就行 知道就行 叫外部收益率 这是你扩展的 你知道一下就行 不用管 考试肯定不会考你这个 你就知道 每一个指标 实际上它都有缺点 但是每一个指标的缺点 都会有指标去弥补它 就行了 第三个缺点 叫不能直接用于互斥方案之间的笔选 这什么意思 这每一个我都讲的很详细 因为这两个指标 确实净现值和内部收益率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花了很长时间 很多时间在这上面 什么叫做不能直接用于互斥方案之间的笔选 我们前面说了 净现值这个指标 FNPV 它可以用于多个项目之间的笔选 遵循什么原则呢 叫净现值最大准则 对吧 谁大 我选谁 财务净现值 叫净现值最大准则 但内部收益率不能用于互斥方案的笔选 不是说内部收益率IRR越大 这个项目就越好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图 什么叫做不能直接用于互斥方案的笔选 这个图我画的大一点 两个项目 横坐标是基准收益率 纵坐标是FNPV 两个互斥项目 由于它的现金流量不一样 所以它的净现值函数曲线也不一样 比如说一条是这样的 净现值函数曲线 这个叫A项目 叫A项目 另外一条呢 是这样的 这个叫B项目 都是单调递减 都和横轴有焦点 凸向远点 这么一条曲线 这两个项目 问你哪个更优一些 那我们前面知道 你用互斥项目项目去选优 我们说遵循财务净现值最大准则去选优 你说那我现在用内部收益率能不能比较它 对吧 因为B项目的内部收益率在这儿啊 B项目内部收益率在这儿 比如说啊 比如说15% 也就是在内部收益率15%的时候 B项目的净现值等于0 A项目的内部收益率在这儿 比如说啊 10% 10% 那我B项目的内部收益率大于A项目的内部收益率 那就B项目好约A项目 能这么说吗 咱们刚才说了 肯定不行 因为内部收益率指标上说了 就不能直接用于互斥方案的比选 什么意思 所有项目的比选 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刚才说了要基于净现值 净现值这个指标是什么指标 是我一个项目真真正正的多少钱 最后按照一定的基准收益率最后能挣多少钱 在零点处正负抵消之后能挣多少钱的 这么样一个指标 当然是挣得越多也好 而内部收益率大 不一定代表你的净现值就大 比如说 对于你来讲 你的心理预期 就是你现在 你不面临两个方案吗 你手里有一百万 你面临着 我是投资A方案还是投资B方案呢 我是采用A方案投资 还是什么B方案投资呢 首先你得定你心理预期的基准收益率 比如说你心理预期的基准收益率 是百分之五 那你在这个图上面找一找 对一对啊 这个图上面是两条曲线啊 是有三个点 又是关键的 这个点是关键的 这个点是关键的 还有一个点很关键 是这个点 这个点它所对应的 比如说啊 咱给比如给给给给个数 比如它是百分之五啊 百分之五 在百分之五这个点 在这个点 A方案和B方案 它的财务净献值怎么样 是一样的 两个曲线的焦点嘛 它所对应的财务净献值 也就是如果 你的基准收益率取百分之五的话 那么对于A方案和对于B方案 净献值是相同的 就挣的钱是超额收益 在百分之五这个基准收益率下 超额收益是一样多的 对吧 如果你心里的预期的基准收益率 小于百分之五 百分之三 百分之四 那这时候 看看啊 就是在这个点的左侧 在这边 在这边 那么A方案的净献值 是高于B方案的净献值 也就是说 你如果基准收益率选百分之三 百分之四 那么A方案的净献值 高于B方案的净献值 那这时候A方案是优于B方案的 对吧 如果你的净献值 你的基准收益率 取在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之间 在这个区域 在这个区域 你的基准收益率 我取百分之八 百分之七 心里预期的啊 取百分之八 百分之七 那这时候 B方案的净献值是高于A方案的 换句话说 这时候B方案优于A方案 如果你的基准收益率 取在十到十五之间 取百分之十二 百分之十三 那这时候 看一眼 B方案的这个这个净献值是大于零的 而A方案的净献值已经小于零了 换句话说 如果你这个项目取百分之十二的 基准预期心理的收益率的话 对于百分之二十二的基准收益率下 A方案已经不可行了 而B方案依然可行 这不是优和不优的问题了 而是可行和不可行的问题了 再继续大 如果你的这个基准收益率取到百分之十五以上 百分之十七 百分之十八 那A和B方案就都不可行了 所以这三个点 两个方案的焦点 A方案和横轴的焦点 B方案和横轴的焦点 两条曲线的三个点 其实决定了 你的不同基准收益率之下 你的方案选优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单纯的去比较 哦 B方案是百分之十五 A方案百分之十 那B就比A好 不对 要看净限值谁大 而净限值谁大 取决于你基准收益率取谁 基准收益率取在这一点左侧的时候 那A方案好于B方案 取在这两点之间的时候 那叫B方案好于A方案 取在这两点之间的时候 B可行 A不可行 取在这点之外的时候 A和B叫均不可行 所以回过头来 看它的缺点的这条 叫不能直接用于互斥方案之间的笔选 互斥方案的笔选 最终落 还得落在财务竞限值上面 这个点 这个点啊 这些年考试没有考过 应该说难度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两条曲线在这摆着啊 难度有点大 但是随着考试年份越来越久远啊 也就是十几年二十年的考试了 所以它出的题目可能也会越来越难 大家要做好这个准备啊 是这样 所以它特别适用于独立的 常规的 独立的就是 就单独去评价 行还是不行 这没问题 对吧 常规现金流量的 这么样一个方案评价啊 所以这是内部收益率 它的概念 它的判别准则 它的计算 还有它的优缺点 最后 既然内部收益率 这个指标来自于财务净现值 那么我们这两个指标去比较一下吧 如果同样是对于一个方案来评价可行和不可行的时候 这两者的结论是一致的 前面说过 对吧 净现值 大家可以看到啊 基本上我只要一起内部收益率 甭管是解释哪一个的时候 首先净现值净数曲线得划出来 所以一上来我就说了 这个图是所有内部收益率题目都离不开的图啊 这一点是内部收益率 对吧 那么如果当基准收益率IC取在这一点的右侧的时候 那么这时候内部收益率 比如先说左侧吧 比如说IC取在它左侧的时候 那么内部收益率大于基准收益率 但这时候基准收益率对应的财务减限值肯定是大于零的 也就是说如果它大于大于等于它 它大于等于它啊 这是FR2啊 如果它大于等于它 那么必然有它大于等于零 也就是这个对应的基准收益率是大于等于零 如果它比它小 那么这个的基准收益率对应的必然是小于零的 也就是说是落在根上啊 就对这句话 对于独立的常规的投资方案 用它俩评价结论是一致的 其实再拓展点 因为我们讲评价指标毕竟才讲这么三四个 再拓展点的话 对于任何一个独立的常规项目进行评价它的可行性和不可行性的时候 所有动态指标 包括我们当然动态指标 我们现在就讲了两个 其实还有像净年值 像动态投资回收期 这些指标我们没有说 但是肯定所有动态指标评价出来结论都得是一致的 肯定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 它的原理是一样的 它不可能评价同一个项目 用不同的指标出来结论不一致 那就麻烦了 那我想让这项目可行 我就用那个指标 想让项目不可行 那就乱了 所以结论肯定得是一致的 好 这是关于内部收益率 我们来看一看关于它近几年的考题 近三四年 它的考题都是这种形式的 看起来像考你计算 实际上考你的是概念啊 这是去年19年的题目 对于某常规技术方案 这个词给你画出来 但是它其实不是你考试的这个考点啊 不是说这要题的考点在常规两个上 我只是提醒你一下 内部收益率是针对于常规项目的啊 当折限率等于10%的时候 财务纪念值是900万 当折限率12%的时候 财务纪念值是16万 那么问你它内部收益率可能的范围是什么 甭多说 对吧 直接净限值函数曲线图走上 对吧 它等于基准收益率取10%的时候 在这了 它所对应的财务纪念值是多少 是900万 对吧 这是10% 12%在这的时候 它所对的是16万 这是12% 然后问你内部收益率 这一点它的范围是多少 那还那还用说吗 四个选项是小于10% 是在10到12之间 还是10到11之间 还是那肯定在12的右侧呀 因为12%的时候它是16万呀 那肯定下边还比它大 实际上这个题考的就是基本的概念是单调 递减的这样一个概念啊 答案是递 简单吧 它不是计算啊 看起来像是计算 但是它不是考虑计算 这是19年 这是18年 某常规方案 当值线率是10%的时候 净限值是-360 当值线率8%的时候是30万 然后问你关于该进校评案方法 正确的有什么 这还是个多选题 对吧 甭多说 先净限值函数曲线 先走上 对吧 走上之后 一看 当它是10%的时候 是-360 正好啊 这是10% 它所对应的在这儿了 这是-360 当它是8%的时候是正30 正30和这360之间 你好歹 你不能画到这儿来啊 你30比360还长是不可能 对吧 它俩是一样差了12倍了 但是呢 你好歹这样 这样啊 这好比代表30吧 那这一点它是8% 8%的时候 它对应的是30万 这是-360万 这个摆着看选项去 一个一个A 当折线率是9%的时候 净限值大于等于0吗 9%在哪了 在这儿 所以你比例大概差不多 对啊 9%的时候 那肯定 它所对应的财富减限值 是负的呀 对吧 这边短 这边长 那中间这个点 肯定是偏向于这边的 对吧 所以它 所对应的财富减限值 是一定是小于0的 A是错的啊 B 内部收入率 在8%到9%之间 8 9 10 这一点 肯定在这儿吧 甚至是在 你说8%到9% 其实这一点啊 咱说句整个点的话 你都能预估出来 8点对应的是30万 10%对应的是-360万 这俩差了12倍 也就是这一点 应该在谁呢 在8%到10%之间的 它和它是 加一块是13分之一 也就是 这边的长度 和这边的长度的比 应该是1比12 也就是这一点 应该是13分之1 8%到10%之间的 那个13分之1的点 靠向8% 你说是到 8到9之间没毛病 你说8到8.5之间 也没毛病的 啊 所以B是正确的 它肯定是贴近 于8%那边啊 C 当基准收益率 等于80% 方案可行 基准收益率等于8% 净献值是30万 大一等于0 没毛病 对吧 D 当基准收益率 9%的时候 方案不可行 9%在这儿了吧 它对的净献值是负的 不可行 没毛病 E 当基准收益率 10%的时候 内部收益率 小于基准收益率 基准收益率10% 内部收益率在这儿 那肯定它比它小吧 没毛病 所以四个选项 BC第一 这题当时做的时候 很多人认为 这题太难了 根本没有讲计算 实际上所有的来自于 净献值函数曲线 这条曲线一出来 书上没有讲它的具体计算方法 但它的原理在这儿排着了 对吧 这是18年的题目 17年的我们没说 咱看16年 先把同样类型的题搁着 16年还是这种题 对吧 某方案 基准收益率是12%的时候 净献值是-67万 基准收益率8%的时候 是242.76万 基准收益率6%的时候 是341.76万 问你内部收益率最可能的范围是什么 通过那两道题 我估计大家再看这道题 就跟小儿科没什么区别了 对吧 净献值函数曲线画出来 当它是12%的时候 是-67 在这儿了 很短啊 -67嘛 对吧 -67 不是167啊 -67 -67 这儿是12% 当它是8%的时候 是240多 在这儿了啊 这得比它长不少了 这是60多 这是200多 它得是它的4倍 这是8%啊 240多 当它是6%的时候 是300多 更长了 在这儿了 对吧 那这是6% 然后问你 这一点财务净献值取值 应该是在哪啊 那很简单啊 它是在8到12之间 甚至我可以说 它在10到12之间 都没问题吧 就这一个预估嘛 它在10到12之间 都没有问题 因为12对的是 -67 8这点对的是 242 它俩的长度是 大概是1比4的长度 也就是这条边 和这条边的比 是1比4的长度 也就是这边 大概是五分之一的 左右一个 一个 这么样一个长度 所以肯定是在8到12 甚至10到12之间 都没有问题啊 所以这是16年的题 大家可以看到 近三四年 基本上都是这种题型 也就是考你内部收益率 你说它是计算吗 它也有数 对吧 也是让你去求一个数 但是不是让你具体 求出数来 但是考的是 内部收益率 最基本的一个概念的问题 在8到12之间 这是15年的题 15年也是 其实类似 只不过 它连这个 这个这个 数都被给你了啊 给你见证汉水曲线 问你该方案 内部收益率 是哪个点 那这不用说了吧 使得净现值为零的 和横轴的焦点 那不就是这个点吗 它给了你几个点啊 什么爱一爱二 爱三爱四 几个点 爱四在这了 几个点 实际上就是爱二这点 这题实际上考的就是 纪念证汉水曲线 最基本的东西 最基本的东西 这是15年的题 对吧 18191615 都是这样 17年之所以 我没往里放 是因为17年的题 它考的是一个 它的基本的概念的题 而且 这个不是同一类型的题 我就没放在这里边啊 这是 这13年的题 这是更早了 更早 它考的实际上就是什么呢 更简单一点 它不考它的 因为最近这三四年 开始逐渐往它的计算上考了啊 再往后三四年 有可能就会往它的优缺点 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个 这个这个 对于一个 两个项目来讲啊 不能用 内部收益率大小 直接去评价 两个互制方案的优劣 有可能就会往内上 那个更难了 就啊 那如果基本收益率增大 那么评价指标的变化规律 实际上也就是 随着IC的增大 净现值怎么变 内部收益率怎么变 对吧 还是净现值函数曲线呀 对于特定的某一个方案 净现值函数曲线出来 IC是横坐标 随着IC的增大 净现值怎么变呀 减小对吧 而内部收益率怎么变呀 这个点变吗 IC你甭管取多少 它变化的只是净现值 而内部收益率的点是不变的 财务净现值减小 内部收益率不变 所以回到我刚才说的那一点 就是看基本 结每一道题都离不开 这个净现值函数曲线 因为它是内部收益率的根 真的有顽数冻也有须都没有 好看 这个净现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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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 Ça迈